大家看我这件T恤有什么特别吗 特别就特别在这是我自己做的T恤 哦那你再看一下这一个 这一个可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这是我儿子 这个就完全能证明是我自己做的了吧 今天就教给大家怎么用百元店的这个纸张 还有打印机来DIY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T恤衫 哇哇哇哇哇是不是好亮啊 好了今天我又来开箱了啊 今天开箱的是这一个打印机 爱普生的 这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是要打印的话呢 只能去那种就是专门的打印店 然后很大一台机器那种然后打印还要排队排很久很久 现在呢在日本就是这种小型的打印机 基本上就是家庭必备或者是小的一些餐厅啊 小的店铺里面经常打印吗 基本上就是这种小型的打印机 所以也不贵 就是我买的话这个也是才六七千 七千日元左右 和人民币的话应该就是三百多块钱 看一下 好现在我已经拿出来了 就是然后里边的话就包括了这样一台机器 然后这个是电线 然后还有四个颜料 还有它有这个APP啊 然后就是你安装在手机和电脑上之后 可以就是直接通过电脑和手机打印应该是 然后还有一个说明书 OK 好我现在包装打开 然后看一下啊 它这个功能基本上就是所有的基础功能都有 像是这个这个是扫扫描啊 然后复印功能是有的 然后当然有打印功能 还有WIFI 然后里边打开就是这样子的 这种小型的机器都很方便 就是这个墨盒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机器就是四种颜色 大部分都是四种颜色 就满足基本需求 下面我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个绝活了 看美这是在这个大创买的100元店 买的这个可以把这个照片印在这上面 然后可以弄到你的衬衫上面T恤上面 今天我就弄一个给大家看一看 现在正在印刷非常期待 不知道会印出来什么样 哇出来了出来了 哇哦 不是印偏了 是因为这张就是我这张纸 它本身就是比我要印的这个照片的这个size大 所以是印成这样的 哇哦 感觉还挺好的 就三原色 然后加一个黑色印出来的照片 没有说特别的鲜艳吧 但是完全满足了这个基本需求啊 挺好的 只剧颜色有一点点的暗淡 OK的 另外喜欢这个宫崎俊电影的朋友 我还有一个好消息 也不是我的好消息吧 据说宫崎俊这个他的办公室呢 之前曾经公布过一个消息 就是说他里边大概有1000多张他的动脉原片的原画 就是大概有1000多张他放弃了这个就是著作权 然后供大家在常识范围内使用 也不是说放弃了著作权吧 那什么叫呃 常识范围呢 就是说呃 你 比如说拿来进行二次二次创作 像我印在T恤上都ok的 但是你说你把它放在这个画框里 然后拿去大批量的卖钱 这种就不属于常识范围了 然后 1000多张我里边选了几张 我觉得挺好的 我打算印在T恤上 然后就从这里边大概先印一张两张的看一下吧 嗯 每一张都特别喜欢不知道要印哪一张 嗯 最喜欢的是这个千语千询 所以我还是印这个千语千询吧 我不知道按到哪里就自己突然就打印了 我打出来这样的浪费了一张纸 sheet 电脑不太会操作 我还是用手机来打印的 还可以调节就是各种大小 然后这个照片尺寸选择比较容易 这1000多张的动漫呃的话呢 直接去他的官网或者是有一些网站上去搜就可以了 哇哦 这个动漫打印出来比照片要好看的多 大家看一下 打印的照片是这样的 然后打印出来的动漫简直就是 哇这个质量真的ok了 300多块一个打印机 然后就三元色打印出来 这还原性很高了 我去 然后我们看着他这个说明书 然后进行实操看一下怎么把这个画印在这个T恤衫上面 好 其实我刚刚忘了一步操作 就是应该印这个画的时候是左右翻转 这样你再印到这个你的T恤上面的话 就是正好他又反过来就是正向的 不过这个照片的话就是左右反转 其实无所谓的我感觉如果是印字的话 那你如果不在打印的时候把它左右翻转过来的话 印到T恤上面就是反的字 这样就认不清了 那他这个只是有两面的 虽然这个相机看不太清 但是一面是没有光泽 另一面是有光泽的 打印的时候也打印在没有光泽的这一面 然后印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反着放在这个T恤上 下面我们进行实操 实操的时候除了要用到这个照片 现在然后T恤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运斗 然后要用高温 现在我们先预热一下 另外这个T恤呢 就是一定要用这个百分之百纯棉 或百分之百纯麻的 这种材料也不是特别难找 下面我就开始了 我第一次我都不知道怎么弄 是不是在正中心 然后每个地方运5秒大概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可不可以了 看边边上已经阴出来了这个水这个墨字 然后他说就是可以把它接下去了 接不下来呀 哇哦 哇哦哇哦哇哦 哇哦了真的是 我的天哪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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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因为是照片看不太出来啊 哇 我儿子在衣服上感觉更好看了呢 然后另外他这还有一个 呃 就是他这里面是一个配套的嘛 然后除了有这个硬的 就是这个硬直以外 还有一个是这样的 就是类似好像是油纸一样的东西 这个油纸这个纸呢 就是在你这个第一步完成之后 第二步还要在隔着这个纸再运烫啊 五秒钟下面我们接着运 哇哇哇真的是好好看 哎哎哎没想到 第一次弄啊 居然可以弄这么好 就可见这个技术应该是很成熟了 应该 好了那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接着运第二件了 然后就是这个千语千询 印在我的T恤上面 OK看我是不是大功告成了 哇哇哇哇哇哇哇 very very good 如果我不说 你是不是根本发现不了 这是我手工DIY的照片呢 这就是我手工DIY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T恤 哇哇哇那ке 哇哇哇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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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